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元神頻道 我是愛元神 今天,我將為大家帶來 荒榮甲光烈烈鬥床大修行的全面攻略 那麼荒榮甲光烈烈鬥床大修行怎麼玩呢? 前面看完攻略的小夥伴如果不想看後面的前瞻劇情 可以看完攻略自行觀看後面的劇情 我是理事長的號 一個日語的是攻略後面中文的是劇情 那麼我們現在就進入正題吧 這個構図 然後堂堂的記憶 完全無視相撲的 那裡的... 欸... 那裡的... 那裡的人有哪種警署? 那裡的警署 那裡的... 沒有... 那裡的... 那裡的警署 那裡的... 那裡的獲物是... 那裡的獲物 我問了一下花花戈玉匠 我... 那裡的虫... 那裡... 那裡的... 虫相撲的技術 也重要 那裡的電腸絲大修行 很好 那裡的... 那裡的電腸絲大修行 打法和示範如下手先一 利用長按蓄力進攻在修行中 長按鍵是進行蓄力進攻的關鍵 需要注意的是 單純的點按是不會進行蓄力攻擊的 只有通過長按才能進行有效的蓄力 完全蓄力後 你可以跳過兩個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跳一個只需要蓄力的一半 而跳半個則需要更短的蓄力 二... 色銷蓄力攻擊 在蓄力的過程中 你可以通過點擊RX鍵來取消當前的蓄力攻擊 這個技巧在一些情況下會很實用 尤其是在需要及時調整的時候 選擇移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 通過點按鍵移動的距離要比點按鍵更遠 因此 在進行位置調整時 可以根據具體需求選擇合適的移動方向 四... 製造刺激效果如果你成功撞擊到對方時 會觸發刺激效果造成更大的傷害 三個難度中 前兩個基本只要稍微上手一下 哪怕是第一次玩的玩家也能輕鬆通關 比較難的是第三個輕力難度 很多玩家可能得多打幾次才能打過 不過要是只是為了拿滿獎勵的話 其實只需要再輕力難度打一次即可 不需要像前兩關那樣一定獲勝 比 charging方向的角度 対比賽通過 幾乎四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五五五三五五十多 然後我們開始第二關 這裡我補充一下防禦技巧在修行中 防禦並不能阻擋弱雷攻擊 但可以用來反彈和持續抵擋其他兩種攻擊 因此 善用防禦技巧 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免受重重的侵襲 進入戰鬥 其實戰鬥技巧也沒什麼複雜的 主要就是看好攻擊距離和移動距離 最好的參照物當然就是戰鬥場景追快專的寬度 鬥雄的各種攻擊和技能 大多都是以此為參照的 好… 結實就真好地保護 EXIGHT 起碼了10 一隊的設備 這是飛行快夢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通过掌握技巧 相信你能在原神荒荣假光烈烈都从大修行中事半功倍 顺利完成修行任务 祝愿各位冒险者在这场重重大战中获得丰厚的奖励 感谢大家收看 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是前瞬剧情 我突然有点想吃香香辣辣的料理了 我们回万民堂去看看吧 火锅摊那边的人好眼熟 旅行者和派蒙 你们也来了 燕飞和阿忍 你们两个都在 怎么还坐在这里吃火锅 不是了不是了 万民堂这两天要暂时停夜 而且苏二娘的火锅和万民堂的饭菜是两种不同的口味嘛 换的吃也很不错 停夜 万民堂为什么突然停夜了 说来也有我们的责任 最近 童文学术的同学举办了一场聚会 邀请我一起来玩 按资历 燕飞师姐是我们的大前辈 所以聚餐的地点 就由燕飞师姐来安排了 没想到我们人太多 老大的胃口又特别好 吃得有点过火 两天就把万民堂一个礼拜的储备食材都消耗完了 卯师傅累虽累 倒是笑开了花 这可能是他半年来最大的一单生意了 就是补充食材可就不只要忙一两天了 放牛的也来了嘛 怎么都没看见他的影子 听说我要和同学聚会 老大一下就来了兴臣 说着阿忍的同学也算我的同学 就跟了过来 且不提老大没念过书 我看他只是 上次没能再离越过足嘴蚁 不过 跟着你们两个一起来的花脚欲驾 那位小兄弟倒是挺机灵的 你可能没注意到 你和同学聊天的时候 他还帮卯师傅干活了 在学着做梨乐菜呢 按照御将的观念 他大概只是想学一些新奇的料理 然后喂给鬼兜虫 增强鬼兜虫的力量吧 花脚御将 有点耳熟的名字 我记得好像是很久以前 放牛的举办了一次兜虫大会 是的 派蒙的记性很好 那次差点闹出大乱子的斗虫大会过后 御将就成为了荒龙派的盟友 经常来和老大演练斗虫 商议培养鬼斗虫的战略 御将常常能用斗虫的理由 让老大去干一些以前不在意的正事 倒也让我省了不少心 万民堂停业的这几天 他们一直在帮店里补充食材 说是要报答卯师傅的超绝料理 顺带考察一下有什么食材 能增强鬼兜虫的实力 现在他们应该正和湘灵小姐 锅巴先生在顾银阁一带 捕捉上好的螃蟹吧 我觉得他们还是挺合得来的 锅巴也跟一斗带来的赤红异橱 还有豫将的那只什么什么虫王交上了朋友 不过他们去找食材也挺久了 差不多是时候回来了呀 该不会在外面玩得起信 闹出什么事来吧 听你们这么一说 我也有点兴趣了 孤云阁的螃蟹 是什么味道的来着 要不我们两个也去看看吧 如果能帮上忙 就可以更早吃到万民堂的料理了 顺带也可以看看 放牛的和花脚御将 有没有在搞什么新名堂 你们两位也去 这倒挺好的嘛 我一直觉得旅行者 派蒙和一斗很合拍 很多时候 一斗特别愿意听你们的意见呢 师姐说得在理 那就麻烦旅行者和派蒙了 是因为最近吃了太多香辣的料理吗 感觉有些燥热 哎呀可能是上火了 或者湿气太重 我就给你买两碗凉茶吧 清火去湿 我明白了 旁下有坚硬的甲鞘 有很多腿 看起来战斗力很强 鬼斗虫也差不多嘛 肯定能成为鬼斗虫的劲敌 没错 鬼王 不管螃蟹理论上属于什么谱系 和这种对手交锋 一定能让鬼斗虫的力量 飞速进步 那你们可要让赤红异杵 和金刚参怒面虫王 都出点力哦 争取豆番附近的所有螃蟹 到时候 我们就只用弯腰捡螃蟹了 不用追着他们到处跑 看样子 他们完全打成一片了 哎呀 是旅行者和派谋 你们这是来顾仁阁散心吗 夏琳 郭伯 你们好呀 我们本来想到万民堂姐姐馋 结果从燕妃和二人那里 听说了你们暂时停业的事 就想过来看看 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感谢捧巢 感谢你们热心相助 这两天 有一斗先生和御将两位帮手在 食材已经补充得差不多了 只差这些最新鲜的螃蟹 不出意外的话 有赤红异杵和金刚参怒面虫王帮忙 两三下就能搞定 不出意外 是幼岩龙溪 小心啊 放牛的 还有花脚鱼匠 且慢 有本大爷在 不必惊慌 这个大家伙也有坚硬的假俏 虽然没有很多 要不滚来滚去 看起来战斗力特别强 也可以俩当鬼斗城的对手 所言极是鬼王 和这种对手交锋 想必能让鬼斗城的力量达到极致 他们两个是认真的吗 我对那条幼岩龙溪有印象 他总是在附近的一座小岛上打转 有人叫他水晶岛邦邦旋风 算是宫云阁的有名 龙溪 因为如果有人登上了他住的小岛 他总是用脑袋给别人邦邦了一下 超凶的 为什么你这么清楚了 鬼王 且带我率先掠阵 探探敌将的虚实 上吧 金刚身怒面虫王 逼迫那家伙拿出全力 金刚身怒面虫王 居然只用一击就结束了战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玉京 看来这家伙的实力和笨蛋一样的外表不同 我们必须拿出真本事了 根据我的观察 他的体型太大 攻击很笨拙 打不中就没有意义 我们的鬼多虫 有着激动性的优势 上吧 齿红衣橱 绕开他的手脚和尾巴 长生攻击他摧弱的肚 诶红衣橱 鬼王 需要我再拿出几只虫来助阵吗 等等 火把怎么跑上去了 危险 那只龙蟹 好像听懂了锅巴的话 竟然直接走掉了 刚才派梦问我为什么这么清楚 因为呀 上次我们来孤云阁抓螃蟹的时候 水晶岛邦邦旋风刚见面 就给了过巴一头锤 结果他自己直接晕了过去 我们走后 据说好几周都没人再见过他 看这样子 他的伤终于痒好了 我早就觉得这位仁兄仪表不凡 没想到 居然能用气势正对那般强行的对手 简直是 超出我认知的重级强者 嗯 锅巴胸 刚才似乎直接指挥了那只强大的假翘生物 命令他速速退下 这么说来 之前锅巴胸抓螃蟹的动作也很娴熟 显然 锅巴胸对假翘生物 有着某种号召力 那么 锅巴胸一定也是深藏不露的 斗虫高手 能精确指挥鬼斗虫 仔细控制鬼斗虫的 每一步动作 是这样吗 说得很有道理 不愧是我后龙派的大盟友 要是像锅巴胸学习了那种指挥假翘生物的本领 那再斗虫线 简直天下无敌 能达到天崩石裂的星线了 哎呀 先不说锅巴懂不懂那些了 螃蟹如果放太久就会不新鲜 那我们就等于白来咯 没错 放牛的 阿人喊你赶快回去 我们也要吃饭啦 啊 等等 什么时候多出来两个人 啊 确实 是我的智友 鬼王的左膀右臂 还有飞行 破空白铁小醒瓜 让你们见到了如此失态的我 本大爷的面子干我哪哥 你也不用觉得丢脸啦 鬼斗虫怎么可能打赢右颜龙西嘛 你自己上去框框两棒还差不多 但是 我的智友 和白铁小醒瓜 我听说过你们的手下败将不计其数 其中不乏一些 超狠的大人物 难道一开始 你们就有着凌驾佑那些大人物之上的实力 就有着实诚的把握获胜吗 向这原本不可能战胜的目标努力 不正是激发全部潜力的正道吗 可以让自己 变成以前曾没想过的强大模样 逃走一次 就会想着第二次 一开始就否定自己 更是完全限制住了自己 最后 会把自己变成一个胆小 无聊的家伙 放牛的怎么回事 好像想的还有点道理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它了 你们听锅巴饿了 现在水晶岛邦邦旋风也走掉了 你们的鬼兜虫一时半会儿也缓不过来 我们好像也没必要站在这里干瞪眼 除神姐姐说得再理 想请锅巴兄这样的强者赐教 以我们现在的等级 是远远不够的 累累 正巧 我听说这附近曾举办过一次武斗大会 神洁地灵 空气中弥漫着强者的气景 不如我们就摆起擂台 由我去邀请黎月的斗虫强者 来一番斗虫修炼 好好锻炼一番本领 再请锅巴兄指导一番 得到了锅巴兄的指点后 我们就能去和那位假翘生物重新较量一番 我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 不知是好还是坏 我明白了 鱼香 是时候拿出我们筹备已久的那个方案了 现在正式举办黄龙假光烈烈斗虫大休闲的最佳时机 正是如此 事不宜迟 鬼王 我们赶紧准备擂台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随心所欲 荒龙什么什么 斗虫大什么 好像有点印象 就是花脚御将之前和我说过的那一类斗虫活动嘛 哎呀 要是店里不忙的话 我也想带着锅巴看看 不过现在还是处理好新鲜的螃蟹最重要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我记得阿忍说过 荒龙派来李月 本来是参加阿忍的同学聚会来着吧 突然就要举办斗虫大会 会打乱阿忍的计划吧 那我们就跟着香林回万民躺一躺吧 把现在的情况告诉阿忍 燕飞 阿忍 我们回来了 锅巴 香林 旅行者和派蒙 哎 怎么少了两个人 老大和御将 该不会又再瞎折腾了吧 待会儿再说这个 保存螃蟹的冰雾花花朵快要撑不住了 我们先处理上好的食材 旅行者和派蒙是客人 还盼着开开心心吃上一顿大餐呢 我这就下厨 我们边吃边聊 荒龙假光烈烈斗虫大修行 他们又开始闹腾了 这次我们是客人 怎么说都不该乱来 还是由我去叫听他们吧 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呀 不用紧张嘛 斗虫大会听起来就是个很不错的活动 黎月会典律例总集要里说 这种活动只需要向总无私下属一个部门报备 等上片刻就可以拿到举办许可了 说不定你们还能通过这次活动结识更多朋友呢 下次再来黎月玩的时候就能叫上更多朋友了 对哦 还可以多多光顾我们家的店 吃得开心 玩得痛快 燕妃师姐 湘玲小姐 还有郭爸先生 你们已经开始帮我们思考下次的行程了吗 但荒龙派的经费 当然了 快乐生活很重要 多见见老朋友 多结交新朋友 多多聚会 聊天和放松 不是挺开心的吗 正好 我待会儿要去总无私办点事 就顺带帮一斗先生问问熟人吧 我们分头行动 你们先去一斗先生那边帮他们准备会场 过段时间我就带着活动许可过来 燕妃好像特别开心呢 这就直接开始筹备活动了 毕竟之前燕妃也担任过 除王争霸赛的公证员嘛 她的人脉又很广 也算是这种热闹活动的专家了 这段时间她正在休假 刚好很久没见的师妹来做客 肯定想好好放松一下 事到如今 经费的问题已经说不出口了 只能直接解决老大 旅行者 派萌 之前有劳你们两位了 下次再见面时 我会尽量给你们准备谢礼的 接下来不需要我们一起跟着去吗 一斗真打算用鬼兜虫 战胜那只幼颜龙溪的话 你们要怎么处理之后的事 反而让我有点好奇了 这么一说 我记得之前举办 荒龙极易堂堂斗虫大事盒的时候 你们好像帮了老大不少忙 倒也谈不上帮忙 只是一起玩了几盘斗虫而已 确实挺开心的 那你们应该非常理解老大关注的重点 能帮我更顺利地说服他 实在有劳你们了 话说回来 我们好像也不一定非得说服易斗吧 这个月店里的收入已经超出预期了 等老爹采购完食材回来 应该还有不少时间 我们还能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就要回归正常营业了 不会像前几天那么忙 我们也可以抽空去一斗先生的斗虫大会看一看 玩一玩 喂老大 在黎月开心闹腾的日子结束了 跟我回去吧 阿人 你 你听我解释 别解释了 没钱了 这次我们在黎月待得太久 买完返程船票后 荒龙派的经费迟离只剩两位数的摩拉了 怎么可能举办比赛 严肺师姐还在热情地帮我们走流程 难道要人家掏腰包吗 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前 赶快停手吧 这 这次的情况不一样 平时我可以听你的 但我们荒龙派最强的两位斗虫王者 全败给了那家伙 你看 我们连累他都准备好了 要是现在逃走 岂不是成了整个斗虫界的笑话 你们斗虫输掉的次数又不少 之前我随便万万都赢过你 干嘛还在意输给一只诱颜龙溪的事 何神你 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的我早已凌驾于所有斗虫者之上 打败那家伙可不是说大话 不行你就来试试看 那好吧 果然还是要由我来亲自解决老大 花角御将 给我和老大一只虫 我就用他认可的方式打败他 让他心服口服 如果我斗赢了 你们就要乖乖跟着我回去 不能再给燕妃师姐添麻烦了 人姐 鬼王 我 还真来啊 这个其实 我没想到阿远居然会这么认真 那不不不 破空白铁小警官 就由你来应对阿远的考验吧 让派蒙和我斗虫 这次我一点也不意外 放牛的接下来要说的话 大概是 想打败鬼王 还得先过破空白铁小警官这关 不然可没有资格呀 哈哈哈哈 没错 破空白铁小警官 虽然是我们火龙派的斗虫干象 但还是比本大爷逊色一点的 阿远要打败这位警官 证明自己 但是 我拒绝 什么 就算是我也明白 总是麻烦别人可不好哦 既然没钱了 就要尽量节俭一点 不然我们帮你 岂不是再给燕妃添麻烦 让阿远欠人情吗 这倒确实 说得有道理 不过我也是想过对策的 资金真的不够的时候 我就 晚上打夜工 白天来斗虫 用工钱来补贴这场赛事 哦 之前御将也有帮我物责过几份不错的赛事 要能出大利息 报仇多好说 再适合我不过了 这还差不多嘛 看得出来 你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唉 真拿你们没办法 计划归计划 能不给人添麻烦是最好的 你们还得先赢过我 我知道老大想让派蒙消耗我这只鬼斗虫的体力 但就算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配合你们 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我能给大家一下 你们要听到谁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天刑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是 你真的不知道 我认识的 有事 我认识的 你不能再犯 看看 我认识的 你 我认识的 居然 输掉了 好惊喜 差一点就被阿人给抓住破绽了 好小 破空白天小警官一次就赢了阿人 难道你真的是斗虫天才 这样一来 人家也会答应我们举办 荒龙假光烈烈斗虫大修行啦 太久没斗虫 果然还是胜疏了 没办法 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争取控制总成本 不能什么都麻烦燕妃师姐 老大 你必须说到做到 晚上打夜工 自己为活动挣点经费 白天再折腾比赛的事 而且 因为我们早就订好了返程的船票 最多改签到几天以后 时间只够你们和四五位对手较量 别太贪心 好 一定肯定绝对不实验 你就放心吧阿人 我就先去港口那边打个招呼 你们千万注意控制成本 只用五场斗虫修炼 就将实力提升到锅巴胸认可的地步 再想锅巴胸好好学习 打败那个嚣张的家伙 阿人这是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呀 不过 这种超有挑战性的事 我最喜欢不过了 请放心 鬼王 我一定会好好感应附近的斗虫强者 邀请他们来参加这场大修行 虽说来到黎月的时间不长 但我非常确信 这广袤的土地上 到处都是不凡之事 每天找来一人 完全不在话下 至于鬼王的左膀右臂殿下 和破空白铁小锦瓜大人 我们可是帮你们说服了阿人哦 看你们慌张的表情就知道 你们两个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 这个嘛 我迟早会找到合适的礼物 来犯劳你们两位 幸福就好了 要是鬼王的左膀右臂 和破空白铁小锦瓜有空的话 可以来见证一下 我真见斗虫大鬼王 在几天之内突破极限 取得郭巴兄的认可 写下斗虫史上一段传奇的全过程 好 那我们会常来看看的 可千万别被我们看见 看见你鼻青脸肿的模样 几位 我田铁嘴为荒龙甲光烈烈斗虫大修行 带来了正式的宣传牌 请收下 这也算是举办活动的许可证了 哇 这画的是放牛的和赤虫一处吗 好夸张 谬 虽说不是本大爷的节奏 但看看这构图 看看这线条 大气 威风 完全体现出了本大爷作为斗虫强者的气势 这位 李育人一般用什么尊称来着 凶台 没错 这位凶台真是好画功 荒龙派 感谢不敬 抬举了 荒龙帮主 我田铁嘴只是一介说书人 这幅宣传画呀 出自总务司某位小姐之手 她平日颇受燕妃小姐关照 听说有这么一场活动 就主动赞助了一幅佳作 原来是燕妃小姐的赠礼 大爷连这层都想到了吗 真是了事如神 听花角御将小兄弟所说 荒龙甲光烈烈斗虫大修行 是一场红叶远途的修行 意义非凡 我并非痘虫的行家 但听说过许多与此相关的故事 早就想试试看了 说不定还能从中寻获一些灵感 写出尚好的故事 说给街坊邻居们听听 痘虫的天分也很重要 就像破空白铁小锦瓜大人 只需小试牛刀 就能展现出不俗的实力 说不定 田兄台领略了我们这种斗虫的乐趣后 能通过说书的形式 好好为我们宣传一番 还有这种好事 那就请田兄 怎么说到来这 刺 刺笑了 我可想当然老婆 emotions un 这些人 实验